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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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本是 你一直就這樣子 好 你不可以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一群人在山裡面 氣得臉紅脖子粗 還不斷推急拉扯 年輕男子被推開後 繼續上前 用手往對方頭部攻擊 太誇張了 你不要動手 你抱我沒有關係 你抱我沒有關係 你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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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女生也被推倒在地上 山裡面這些人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昨天下午 謝小姐一家七人 看著假日風和日曆 享受外出踏青採水果 看著網路平價 開開心心的就出發 前往內湖山區的果園 我們一家人 看了Google上的那個品牆 然後我們去那個山山裡 從現在走路走圈20分鐘 到達這個山山的果園 我們就在那個果園的門口 就說 什麼都沒有提示了 我們說 我們沒有要採提示 我們要走了 想採水果 結果半信而歸就算了 沒想到果園主人 卻突然大發雷霆 等一下 你的土地在哪裡 我一定會去告訴你們 會查你們的土地在哪裡 陸園費就是80塊 哪裡陸園 整座山裡的 我的 整座山裡的 你沒有全力攔我們 這不是你的土地了 全線附移過 好啦 請走 沒水果給人家採 一路上也沒任何標示 竟然就這樣指著鼻子 跟人家收錢 這是什麼道理 謝小姐當然不肯給 結果就爆發衝突 太誇張了 喂 你不要動手 你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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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推人啊 這個自稱果園主人的暴怒男 與他父親 就這樣與謝小姐一家打了起來 謝小姐與父親全身多處受傷 想報警又沒訊號 最後是家人 跑去附近農舍接電話 才能報案 警方到場時 雙方已經忍靜下來 但謝小姐 言不下這口氣 決定提告 萬萬沒想到 開心踏青 卻被這種兒霸父子 搞到踏進警局 恐怕短時間內 不會再上山採水果了 突發中心 台北報導 而言 見穿了 他聽見 他是雙方的 是雙方的 行為